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19世纪以前 科学研究还只是上流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但从19世纪开始 其建制的专业化和体系化程度都迅速提高 同时 两次工业革命证明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物质福利提升的巨大作用 科学对人类社会乃至文化的影响再也不可忽视 这时 一些对于科学的宽泛的思考也开始兴起 这些思考在现在依然有影响力 比如 在我们大学里面一般分理工科和文科 这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一下就出来了 不可否认 在全世界代表科学的理工科都处于强势地位 人文学科普遍面临不受重视经费削减的问题 同时 也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 人文学科只是坐而论道 只会空谈玄思 对于改造世界 增进人类幸福无益 当然 人文学者对这一类批评非常反感 那么在19世纪 人们是如何看待科学的呢? 在欧洲基督教背景下 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是无法避免的敏感话题 现在有些历史学家持调和论调 他们说 19世纪的学者多数并不认为宗教和科学构成互相矛盾的知识 就所谓多数人这个数量而言 这种说法可能并没有问题 但我们要讲 也许少数人才代表了时代的主流 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延续性方向 这里的少数人里面包括两个著名的法国思想家 一个是孔德 另一个是圣西芒 两人都对宗教持相对负面的态度 除了承认宗教中有一些道德教化的成凤外 他们倾向于将宗教时代看成人类的蒙昧阶段 相应的 他们把即将来临的科学时代 看成是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开始 首先来看孔德的说法 孔德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神学 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 他认为科学时代的到来代表了启蒙运动的最终完成 人类将告别蒙昧的宗教和形而上学时代 拥抱科学 拥抱光明 圣西芒将这种乐观精神发展到了极致 孔德和圣西芒都想为即将到来的科学时代和工业时代代言 可以说二人的眼光是非常独到的 他们认为未来人类社会将是工业社会 社会精英将不再是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士 或者充满战斗精神的贵族 而是工程师和经理人 是未来的中产阶级 工程师和经理人将在和平环境下 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力 使人类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 除此之外 他们还要有一个重要的判断 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决定性的 消灭人世间最大的苦难及贫困问题 所以当人人风衣足食之后 哪里还会有邪恶呢 认为科学技术能够决定性的解决人类的幸福问题 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 这是对科学的乐观主义认识 不过在19世纪 也一直有对科学的悲观主义态度 不可否认 这一批学者多数是人文学者 在19世纪初 在德意志国家首先兴起了反对启蒙运动 反对科学理性的浪漫主义运动 他们强调要靠诗意和感受 去理解世界 理解自然 理解人 他们非常怀念那个被精灵和神话笼罩的世界 多数浪漫主义者对工程师和经理人 这类新兴中产阶级非常不满 认为他们品味低劣并且唯利是图 浪漫主义者认定 即使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够消灭贫困 但也远远无法问人类带来幸福 对科学技术乃至工业社会的这一批评 在尼采的作品中达到了极致 尼采嘲笑欧洲社会的新贵中产阶级 大都品问低下 沉迷于物质享受 百无聊赖 毫无进取精神 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画面 那就是几个大富翩翩的欧洲人坐在舒适的靠椅上 然后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我幸福了 我幸福了 尼采称这些人是默认 the last man 总结一下 在科学文化的批评者看来 科学的昌明虽然带来了物质文化的空前繁荣 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人类最崇高价值的失落 这就是对科学的悲观主义判断 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 对科学的看法仍然逃不出所谓乐观和悲观两种看法 在21世纪的今天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繁荣 这种繁荣远远超过19世纪 不知道大家对科学是何种看法呢 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也但我无法代替大家 回答 我能做的是把19世纪思想家给出的答案 呈现给大家 好 到这里 这整个一讲就结束了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些通史性质的读物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19世纪科学史 可以参考以下著作 头两本中文著作是吴国胜老师和王鸿生老师的作品 大家通过他们可以了解19世纪的一些基本的科学和技术发明 英国学者莫尔子先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写的这个欧洲思想史 前两卷是有关科学理论和概念发展的非常详实 并且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适合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最后是剑桥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全集性著作 如果大家对最新的科学史研究成果感兴趣 可以参考其中的五六和七卷 最后感谢大家参与本次讲座 希望以上内容对大家了解科学史有帮助 谢谢